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麦子学院AngryBot实力分析及游戏发布流程 我是Chelen老师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本期的思维导图吧 好 那么本期的话 思维导图的话呢 将是我们AngryBot的案例分析及多平台发布的最后一讲 就是发布到iOS平台 当然最后的话呢 还有我对于相关就是平台发布的一个总结和心得 好 那么首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我们的Unity 它提供了将用于发布到iOS设备的功能 但是和发布到PC相比的话 那么我们整个其实移动平台的话 整体来说是不可能具备有PC平台高端的显卡和性能的 那么因此就是在游戏的开发上 那么也会有一些不同 这个地方的话呢 其实就是给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 你制作PC端游和制作手游 那么对于模型贴图以及程序技术等等 等个一系列的要求都是不一样 当然除了服务器那一套东西 其实还是可以沿用的 好了 这个也废话两句 那么本节课呢 主要也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苹果发布的一个基本流程 因为我现在这个是Windows机器嘛 那么我们同样呢 就是在发布的前面呢 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上一节课我们讲解了是讲解安卓的发布 就要准备JDK以及安卓SDK 但是苹果的话呢 我们不需要 那么我们苹果的话呢 要把Unity的场景发布到iOS上 分为这四步 第一 首先呢 就是需要一台Mac的计算机 就是苹果的计算机 当然苹果的一体机台式机 笔记本 那么都是OK的 就看你随便有哪个就用就OK了 然后同时还是需要一个iPhone iPad 或者就是iPhone的Touch 就这三种移动设备呢 随便有一个 当然现在的话呢 基本上至少也是4S以上了 然后比4 在之前呢 基本上我们也就不支持了 第三个呢 就是必须要在我们的Mac机器上 要安装上Xcode 就苹果专用的 就是那个开发工具 就和我们之前开发Java 或者安卓的一个Eclipse一样 在上面 如果你要发布到苹果移动设备上面的话呢 你必须要安装一个Xcode开发工具 当然这个工具的话 大家可以去用苹果机搜一下 下载的地方很多 然后更新到最新版本就可以了 第四呢 同时就是我们需要注册注册一个 就是我们的苹果的开发者账号 并且呢 也配置好相关的一个证书 第二点就是一个苹果相关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整理 就是我们用Mac的电脑去苹果 要去苹果开发者官网上呢 下载这个Xcode工具 这个下载时间的话呢 根据你网络的速度 反正一般的话呢 要是它下载一个小时左右吧 加上安装 那根据你的速度来吧 然后并且安装 然后这个呢 大家百度一下 那么不过这个有一点就是 国内的网络 访问苹果网站的话 速度确实有点坑跌 这个大家也都懂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去注册一个开发者账号 注册这个开发者账号呢 要注册完成 但这个也是在苹果的官网上 注册就行了 我这个地方其实也就不再去注册了 这个就大家自行去注册就OK了 然后注册完成过后呢 就不是你注册完了就行了 然后需要为注册的账号呢 购买开发者计划 这个是需要花钱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练习 就是苹果开发的话 没问题 用Unity发布到苹果 苹果上面 然后苹果可以直接按到一个手机上面 但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注册开发者 同时你想你发布的应用 或者发布的游戏 能够在苹果的应用商店上被搜到 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下载使用的话呢 那你必须要购买开发者计划 那么目前的话呢 这个开发者计划包括三种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标准计划 这个标准计划就是面向通过APP Store发布面费的和付费应用程序的一个开发者 那么公司和个人开发者呢 都可以加入此计划 那么费用呢 是99美元一年 这个也是最便宜的一档了 也就是说 你如果想要注册成为苹果开发者的话 那么最少也需要花600人民币嘛 现在的比例就是兑换成人民币反正是600块钱 这个也是最少的 所以整个 我感觉就是我们苹果要进行苹果开发的话呢 整个门槛的话就会稍微要高一点 首先你要有苹果的电脑 然后有苹果的移动设备 然后你还要去注册一个开发者账号 如果对于个人而言的话呢 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但是如果你是到相关的游戏公司去的话呢 那肯定这一套的东西 公司肯定都是可以为你准备好的 好 然后呢 那第二个计划呢 就企业计划就面向创建专有应用程序 供内部使用的专属应用程序的公司和组织 那么就可以无限通过AdHot的方式呢 发布到企业内部的设备上 但是不能通过APP时都发布 那么开发者需要提供其DUNS进行注册 那么费用为299美元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具体给大家说 其实相对于就是用于一个区域范围 比如说我们的学校医院等 它的内部设备 比如说它上面的 你要开发就是比如说一个用于医疗系统上面的一个 就是苹果机上面执行的 或者在Mac或者在iPad或者iPhone上面 在一个区域里面就是执行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应用的话 那么必须要购买这个 但这种应用的话呢 是在官方的商店上面是下载不到的 是其他人不能用的 只是在一个范围内使用的 好 这个就很贵了 这个就是300美元了 就是要将近1800块钱 好 第三个呢就是大学计划 就是面向希望在其课程中引入 应用开发程序的高等教育机构 那么注册后呢可以访问许多iOS的开发技术资料 但是不能对外真实发布iOS应用程序 这个计划是免费的 其实就是针对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注册了 然后去可以看一些资料啊 资源啊 苹果的相关的东西 这个就是一个苹果相关的一个整理 当然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这三种的话 一般就企业和个人 我们一般就选择第一种进行发布 然后可以就是上传上去的应用 能够被更多人下载 那么我们在购买了这个开发者计划之后呢 需要通过苹果的相关验证 通过过后呢就可以 就是 就可以 登录开发者中心 那么然后在相关的页面 进行一个开发的设备登记 就是我们 比如说你要发布的一个应用的话 你最好那个设备是经过登记的 然后发布上去的应用 才可以进行一些支付的流程的支付的流程 才跑得通 那么同时还要去下载 就是我们在开发页面设置了过后 还要去下载开发证书的下载 并且该要配到Xcode里面 但这一块的内容呢 我这地方不能够详细的 因为我的家里的电脑是Windows的嘛 然后也没有黑苹果 也没有就是用虚拟计装一个苹果 这地方呢就比较稍微复杂一点 但这个呢也和Unity没什么关系 大家可以就是通过百度 来来查找相关的就是 就这种就从注册到 把它相关的一些资源安装到你的Xcode 就是这些证书安装到code里面 Xcode里面的这种步骤 步骤的话网上还是挺多的 然后大家按照那个相关的操作 一步一步执行即可 那么这个步骤稍微麻烦一点 所以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 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配置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 也需要你的开发者账号 那么所以最这一部分的话呢 希望大家最好先就是先 如果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iOS的话呢 这个就是比较麻烦一点的 因为它整个系统的操作和Windows 也有一点点区别 还是Xcode的这个工具的话 大家也需要稍微去熟悉一下 所以这一块的话呢 我这一方就暂时不做过多的讲解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发布到iOS平台的一个设置 就是我们在Unity里面 那么怎么来发布到iOS的一个商 相关的一个设置以及参数 我这地方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解 那么同样就是我们还是使用 就是我们Angry Bot作为案例 同时呢 我们打开在Player Setting中的一个进行设置 然后首先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给它切换到我们的iOS平台 我们Squatch Platform 然后在这个地方 待会我给大家多说一句 就是我们在做开发的时候 有可能有些地方 比如只是针对安卓开发 或者只是针对iOS开发 那么我们的代码要写到一起 那么写到一个CS脚本里面 那么怎么来区分iOS和安卓呢 这个地方待会会用到一个就是预编译程序 我这边待会会给大家讲一下 那么好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参数设置的一个详解对照 那么这个和上一级课的安卓类似都是一些基础的设置 比如说我们的默认的一个方向 比如说横向 纵向 它是以比如说 它是就是以Home键 这个是Land Speed Right Lens Scape Left 就是以Home键 就是在手持设备时 Home键在左边或者右边 还有就是云补许次动旋转 Use Animate Authorization 就是勾选屏幕后呢 屏幕旋转会带有动画效果 这个可能就是iOS自带的嘛 但这些基本我们其实也许根据你自己的需要 想做的更轩一点的话 这些有时候会勾选一些 然后Overread for iOS 这个就是为iOS就和安卓一样嘛 就自定义图标 然后Splash Match 这些基本上就和之前的一样 就是安卓的基本都一样 然后这有一个iPad Portrait iPad Lens 就是用于iPad的启动画面纹理 还是用于iPad的横向启动画面纹理 Splash Scaling就指定启动画面将怎样缩放 因为iOS呢 确实在这一块啊 要做的稍微好一点 那这个也是同样的哈 就是这一块就班的这一块比较重要 就是我们的Bundle IDFair 这个也是一样的 必须要填写你自己的啊 一个这个.com.challenge.啊 什么名字 肯定不能用它原始的 不然会也会发布不了 那么这儿还有一个Target Davis Target Davis呢 就是你要指定 你要发布的一个目标设备 那么有比如说你是 这个游戏你只针对iPad的话呢 你就选iPad only 只针对iPhone呢 你选iPhone only 当然你也可以默认 就是iPad iOs呢 就iPad和那个 呃iPhone都支持 同时呢 你还可以选择 就Target Platform 就指定要编译的一个目标框架 你看这转啊 这个切换到iOS上面 时间还比较长一点 好 然后呢 接下来我看一下 还有哪一个 可以就是比较重要的 啊 这里还有就是Exit on Suspend 就指定我们的应用程序 在退出后挂起 就需要支持多任务的iOS版本 啊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呃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的iOS 可能用过苹果手机的同学都知道 比如说我们切到后台过后 其实这个程序啊 它是挂起的 并没有比如说被关闭啊 或者怎么样 或者要重新进入啊等等 它是挂载挂载起来 当然这个iOS现在的版本 基本上都支持这个东西 看一下嗯 好 这些基本上啊 我我这边基本上其他的 我基本上都使用的默认的 当然大家也可以再看一下 就是其他的啊 如果有呃需要调试的呢 大家也可以好 我们这边也就切换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刚才我讲到的这个地方 就target device 是iPhone加iPad 还有iPhone only iPad only 然后当然我们这个 这个.com的这个地方 要改成我们自己的 然后bund的版本呢 是1.0版本 好 target的iOS version呢 是4.3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 更早一点的 其他也没什么了 然后我们这地方 很清楚一下 也没有问题 好 然后的话呢 接下来啊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思维导图 啊 就当我们完成了相关的设置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打开 player setting点击build了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边build了 然后我们这边建一个 文件夹哈 然后我们待会儿可以稍微看一下 build出来的东西 啊 build iOS player 好 我们就选择文件夹 然后我们就buildiOS 那么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的build这个iOS呢 和安卓不一样 安卓build完成过后呢 直接就是一个APK了 那么iOS build完成呢 它其实是一个项目工程 啊 工程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它是一个可以使用Xcode的打开的一个工程 然后可以看一下build完成过后啊 它待会儿会生成一个文件夹 好 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buildiOS player 然后build完成过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它就发布了出来这么多东西 比如说现在就是我们的icon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icon 然后这个呢就是它的默认的相关的一些图片 当然我们可以啊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进行选择嘛 就在这个地方啊 我看一下 这儿 splash image 没有进行选择 比如说这个iphone的具体的 它的一个启动图片 没有进行选择 所以呢 它就默认的是unit的图片 那么在我们的啊 在我们的那个 就在这个文件夹 其实在那个啊 Mac机器上面的话呢 也是这样生成的这样的文件夹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文件夹 烤到Mac机器上面 或者在Mac机器上面安装一个unit 然后发布出来 同样也是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 嗯啊 当然我这就就接着从还是根据思维导图来讲 就是我们项目的工程输出与发布 好 然后呢 因为我这个视频呢 是windows输入的 所以Xcode的部分呢 我待会会有一些截图嘛 给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啊 如果你Xcode的安装啊 是OK的 那么我们只需要双击发布出去的 unit工程当中的Xcode的project文件夹 就可以打开这个工程了 意思就是刚才这个地方 我我只需要啊 双击 这边就是我们的啊 一个操作的 就是相当于是 在Mac里面的一个操作 就是我双击这个文件夹的话 其实我整个工程就是在Xcode当中啊 就会被打打开了 然后的话呢 那我们啊在连接上 就是我们的一个iOS设备 就不管你是连接iPhone也好 还是连接iPad也好 那么Xcode呢 会自动选择其中一个连接设备作为目标 那么我们可以在Xcode的左上角 大家可以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连接了肯定就可以看到了 啊 进行一个选择 同时单击左边的一个run按钮 和那个就是我们在啊 用意当中一样 那么就可以编译了 那么编译完成过后呢啊 这个程序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的安装并在我们的iPhone或者iPad上面啊 进行一个运行的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这个Angry Bot在iPhone或者iPad上面运行了 当然啊 如果你还要发布到App Store的话呢 这里就给你还要注册账号 同时并且还要把啊 注打注册账号中啊 进行游戏相关的一些设置和配置 然后你还要把就是啊 设置好的一些相关内容弄到啊 就证书码弄到Xcode里面 然后呢才能够提交到苹果商店 同时你还要在相关的页面 进行你这个游戏的一些基础信息的一些填写 比如说它支持哪个国家呀啊 比如说这个游戏的相关截图啊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东西要做好过后 然后才能够提交到苹果应用商店进行审核 那如果你这个还是付费游戏的话 你还要去申请一些支付的点啊 比如说相关的价格 然后购买的东西的内容 一些以及一些描述等等啊 只有审核通过了过后呢啊 才可以上架上架 那么上架过后 大家就可以在那个应用商店 找到你的游戏都可以下载了 不过这个审核过程一般需要15天 那么而且最坑爹的就是 你15天过后还不一定能够审核通过 所以大家的话呢 还需要去了解一下苹果的一个 审核的一个机制啊 所以整个啊 其实啊 这个地方的话 iOS平台的话呢 发布啊 基本上啊 也就给大家讲的差不多了 也就是在从Unity发布出去的话 也就这么简单 当然啊 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一个游戏啊 在实际的项目中 我们发布 如果发布了iOS平台和 安卓平台的话啊 特别是第一次 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简直是受尽责磨嘛 那并且不是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啊 简单我们做完一个游戏就完事了 这游戏本身做完的话呢 只是我们最基础的一步啊 游戏其实做完了过后啊 我以安卓举例子 游戏我们如果啊 仅仅如果是研发完成了的话呢 肯定是希望能够上线运营的 而且能够希望让更多的玩家来玩我们做的游戏 所以不管是单机游戏也好 还是网络游戏也好 最后都会在各个啊 线上渠道运营的 那么所以我现在的情况就是 我们啊 中国的话 就是不管大大小小的安卓渠道 一共有200多个 但主流的话呢 可能至少也有五六十个 啊 那么我们首先需要就是完成游戏的内购 因为你的游戏肯定是要赚钱的嘛 那么肯定就有一些购买东西 那么就是游戏的计费方式的话呢 现在的选择有很多 但是通常大家就是最常用的就是微信支付 还有就是支付宝支付 当然这个也是有对应的SDK 意思就是你这个游戏做好过后 支付那一块 你还必须要用外接的就是微信支付 或者外接的就是支付宝的SDK 而如果你还还需要跟 就比如说现在特别是一些单机游戏 想让付费更简单一些的 特别是针对一些啊 比如说年龄较小的没有支付宝 或者微信的小朋友玩家来说的话 用短信寄费的方式还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如果你用短信寄费的方式的话呢 你就要去接三大运营商的一个SDK 比如说现在的移动 联通 电信 就全国都要能够寄费的 同时还有核游戏等等 然后不不仅如此呢 那么每一个你接了他们的SDK过后呢 还需要提啊 把这个游戏提交给 就是这些运营商进行一个审核 他们的审核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 就是付费的相关的每个细节啊 每个字都必须要和你注册申请的时候一致统一 不能有任何按扣费的情况 而且必须明确的告知用户你的消费的行为 但这个都是为了保护用户啊 是好事情 那么是应该降低投诉率 那么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然后这些做完了还并不完 你还要你做完了运营商的计费过后呢 你还是要把你的游戏上线到各个渠道去 对吧 就不管是360小米啊 还是一些就是百度等等这些应用商店 那么这些是应用商店的话呢 有些他还有自己的SDK 那么每一个的话 你对就刚才讲了 有五六十个主流的渠道 对吧 然后你还需要把你的这个啊 这个程序的话 打上这些渠道的SDK 然后重新再编译一次啊 发布一个对应渠道的一个包 然后拿给渠道去再审核 审核过了过后 你才能够上线运营 那么所以有安卓的游戏发布后呢 还对应至少五十六十个啊 大众小渠道 对应相关的渠道打包 那么如果说每一个打十分钟的话 至少也要五六五六百分钟嘛 然后的话 而且还有一个最可悲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有任何一次更新 或者一些啊 原代码的修改过后 要给渠道再更新版本的话 那么你还还需要再打五六十个包 所以现在的话 也有很多公司在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打包的流程 做成了一个工具而且开了一家公司 就是为了节省这个打包的整个的这个时间和流 和流程 当然同样这样的呃 用这样的工具的话 其实也有好也有坏 毕竟你如果用公用的那种免费的工具来打包的话 那么这样的公司他肯定会在里面植入一些相关的东西能够了解你整个游戏的一些相关的数据 啊这样也是不好的相对你能够你的东西别人全部都能够看见啊 所以有利 也有并啊在这里其实告诉大家呢 啊也就是我的一个最啊 本期的一个本期真言的告诉大家 特别是就是我们初学啊 unity的一个同学来说的话 其实也不用考虑太多 就是我们呃 其实很渺小 就是在一个项目里面我们很渺小 我们能够做到的东西也很 也很少 但是我们其实每一步呢 也是至关重要的 就是我们必须每个人 每一颗螺丝钉的话 都必须要把自己能够做好的环节做好 啊 同时大家如果能够加入一个牛逼的团队的话 那么我们加上自己的技术就一定能够创造无限的可能 那么就是正是由于啊 有这些就是上述我讲到的这些困难 所以的话 不是人人都可以做游戏 也不是人人都能够把游戏做好的 正是这样 我们如果把它做好的的话 我们才有啊 机会啊 我们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那么我们最后才能成为赢家和胜利者 好 那么本系列的视频呢 啊 就是这样啊 谢谢大家 我之后的话呢 将会给大家讲解 就是我们的NGY的相关的 一个就是啊 实力的一个应用开发 以后和基础的一个入门的知识 啊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 好 谢谢大家